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到了星期五 我们对话何人的时间来了 何人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次要讲讲 我们在三藩市湾区 真的有点少少 算不算叫做吐气扬眉 我们三藩市出身的 一位政治人物 我们三藩市前的地检官 何錦麗 这个中文翻译名 都是我们 華富翔帘帮他起的 现在 做了副总统 民主党副总统的 提名人 拍档就来提名 应该都没什么意外的 还有机会 可能做了副总统 甚至做总统 你对何錦麗 这个人 你又怎么看呢 说实在话 我不太喜欢这个人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的政治色彩 所以 他较为激进 在政治光谱 在我的政治光谱里面 我认为他是偏向过于自由派 已经和 但是 林斯普洛西 就 不差得很远的了 那 他 在任上 他在地检官的任上 做过些什么 这个我们三藩市的人 都比较清楚的了 他在接替巴巴巴巴克什 做了国会参议员 又做了些什么 我们大概就不多清楚 不过基本上他的投票记录 都是偏向自由派的 这次民主党的总统初选 他也有出来搞过一阵子 搞不下去了 就退了 这次拜登就找他 拜登找他 当然是有拜登自己的理由的 这个理由 都比较传统的 就是 就是 找一个跟他 互补的 有一些票 拜登抓不到的 希望他做竞选拍档 就帮他補齐 那其实 拜登也都是 一早就承诺了 如果他獲得提名 他会选一个拍档 就是非裔的妇女 那这次实践他的承诺 就选了 有一半非裔血统 一半印度裔血统的何錦麗 那这个这样的结合呢 对我来说 就不认为 不算好合 不算很完美 甚至都 也都不讲得好合理 不过 我们不能够不承认 何錦麗呢 也有他聪明的地方 首先就是因为 他这些政治财感 政治臭角 敏感度 所以他就很快 用很短的时间 就迅速得到很大的发展 从一个地检官办公室的助理 从一个地检官办公室的助理 在二、三十年间 就来到现在做到副总统的参選人了 你不能够不佩服他的这种能力 他的另外一个聪明的地方 就是这几天表现出来的 我认为 他一获得拜登提名他做副总统的参選人 立即就向特朗普发起攻击 开放 怕军 怕军的是什么呢 是逐一个话题 就是抗疫不力 新冠疫情 特朗普大家知道了 他搞了什么 拍回头毫无张法 方向走反 但是特朗普呢 只能够硬来 明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但是不能够认衰的 于是硬硬来 每一样都 说美国是全世界抗疫最好的 这些这样 总而言之就是说一说 抗疫不力 这个已经成为了特朗普 在今年大选年里面 做得最不好的 最大的痛脚 但是一段时间来呢 民主党似乎 做得更多 重视他们的痛脚 好像没有捉住他 一路追打 这次何锦丽 一觉得副总统是什么 立刻就捉住他 就打他这一样 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聪明的 如果民主党能够掌握到这个制造话题 制造议题的能力 在今后的这几个月里面 一路就是重点捉住特朗普的抗疫不力 经济衰退 民族冲突 这几个最主要的议题 使而不舍 捉住他来打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政治议题 美国的选民似乎就不多关心 不是很容易 反而被特朗普掌握着那个议题能力 就是专门讲中国 如果民主党开动他们的宣传机器 做着抗疫不力来打特朗普 将抗疫这个话题炒进去 那特朗普我估计 前景就更加冬过水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今次一上来就捉住特朗普 攻击他的抗疫不力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意 还是顺手捉住这个话题来说 不过我觉得 都算是一个非常明智之举 特朗普的抗疫不力 大家都知道了 他的首席顾问 原来的首席顾问科学家福奇 最近就收到人家对他发出的死亡威胁 家人太太和女儿都被人施加网上的暴力 搞到福奇就非常无奈 福奇在位 特朗普就非常尴尬 因为他们两个根本就不適合 特朗普考虑的就是疫情 不是怎么控制住他 而是怎么不要对他的选情造成更大的伤害 你死了多少人 多少人确诊 对特朗普来说 根本就不算太重要的事 最重要的就是选票怎么样 而福奇呢 要考虑的就是 你怎样将疫情控制 怎样将感染的降低 怎样将死亡人数减少 这个科学家的情怀 和政客的情怀 完全南源不切的 所以特朗普就已经不妥了他很久了 今次放出风筋 要找一个来换 换了福奇 对比一下中国又很过瘾 特朗普整天都说 美国自己是全世界最好 攻击中国将这些病毒 向全世界传播 那中南山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 中国版的福奇 作为政府的高级的 疫情问题的顾问 今次中南山 获得提名 将会获得共和国勋章 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名字来的 十九大的时候 一共是好像十个 十个获得 今次 今年 中南山 现在获得提名的 另外还有三位 张白礼、陈明、张定宇 好像武汉的 不知道是什麽 金银 什麽金银餐的医院 之类的院长 三位获得共和国英豪 青豪 即共四位 都是抗疫的专家 最高荣誉 但是同样是做抗疫的首席顾问 福奇的处境 就是这麽凄凄 所以 美国现在抗疫搞成这样一塌糊涂 看来 你都不要说是真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是特朗普 所以民主党 捉住他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一句来的 嗯嗯嗯嗯嗯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先 嗯